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解释 造成赤字的主要成因 是政府开支增长较收入增长快 政府未来希望通过折留以缩减开支 看看上世纪80年代出现财借的原因 往往同样源于政府财政入不呼之 当年有学者建议政府应该从折留入手 而不应该贸然开征消费税等新税项 看看1984年的报导 消费税如果不想做到负担太重的话 需要做税机要宽一些 多些消费的项目就纳入税网 税率就不需要那么高 譬如今时香港都有一些类似消费税的东西 譬如去舞厅是要纳税的 现在譬如去看电影都有娱乐税 譬如上的士高、夜总会 或者去一些茶楼酒馆 譬如吃的东西是比较贵的东西 如果税网比较阔 税机比较阔 税率就可以比较低 消费品加税 虽然可能会因加得减 但对其他税项加重征收 是可以增加库房的收入 例如在今个财政年度 政府加差响 浮标停泊费、排费 以及直接税 都可以增加税收 但是这样不多不少 都会令商人的经营成本增加 甚至可能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市民亦都捱了三年窮 如果他再加 一直加下去 就可能会被外国投资者 或者本地投资者 有个印象 就是香港一直加下去 如果是长线投资 我就不会投资在一个地方 加税永无资金的地方 我不会投资在那裡 增加征税的项目 无疑会引起部分社会人士的抗拒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要增加政府收入 这个确是最直接的途径 另一方面 亦有提议说 政府要达到收支平衡 亦可以用截留的办法 如果你看回7、4、7、5年 它出现了赤字 赤字之后第一年 它那个实质的开支 政府开支扣除了通涨 我们所谓实质的开支 是降低了2% 如果回到65、66年的例子 赤字之后第一年 它开支的实质增长 是削減到4% 然后赤字之后 第二年就削減到0 就是完全没有增长 但我们现在看回8、2、8、3年 赤字的情况 赤字之后第一年 开支的实质增长率 仍然是高到8% 就是在8、3、8、4年 高到8% 很明显开支是没有什么缩减 今年是缩减得比较多 但仍然有2%的增长 赤字之后 第二年并不能降到0 或者在7、4、7、5年的例子 真正是有所降低 所以很明显 今次我们看得到 从以往历史的经验 是为何赤字维持这么久 政府削減开支 这些进行得太慢了 在税收理论 就不是一加一等于2 那么简单 如果不够钱就加税 就未必收到钱的 我想香港政府 现在这几年 就应该挨得窮的了 如果它不加税 令到社会有一个喘息期 而喘息之后 那些人的经济会好一点 它自然的收入就会增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